長正焦點要來關心到台北市長選戰 國民黨已經正式提名立委蔣萬安 在民眾黨的部分 雖然還沒有正式提名 但是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在疫情降溫之後動作頻頻 今天下午還首度參加了民眾黨的黨員活動 只是呢是否會捨棄這個親民黨 加入到民眾黨 他依舊是沒有正面回應 反而是遭到了蔣萬安酸說 他自己絕對不會背棄自己的政黨 而黃珊珊也不客氣的回擊說 不應該只看政黨利益 雙方隔空交火 今天這裡是我的地盤 回到內湖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如數家珍 畢竟曾在港湖當21年市議員 現在幫子弟兵站台 不過仔細看民眾黨議員參選人 一次排開都來了 因為辦在內湖的這場活動 其實是民眾黨的黨員見面會 黃珊珊以母機態勢出現 隨著選戰逼近 是否有可能捨棄民黨入民眾黨 引發關注 大家先把自己放下來吧 傳統的政黨概念放下來 才有機會走出原來的泥澜 選民從來沒有問過我的顏色 黃珊珊巧妙避開政黨參選包袱 就這麼剛好 國民黨台北市長提名人蔣萬安 行程也在內湖 被問到黃珊珊幫民眾黨站台 蔣萬安回答 蒜溜溜 兩人隔空較勁不止議題還有人事 下午緊跟在黃珊珊身旁的十日前傳出 要到蔣萬安團隊的國民黨青年張煥玲 說真的我對國民黨蠻失望的 接下來我也協助三官副市長 立法委員們站起蔣萬安 卡卡卡 卡卡 卡卡卡 卡卡卡 年題台北市長選證蔣萬安先起跑 幾乎天天都有公開行程 畢竟在中央擔任立法委員 少接觸市政 現在也得多花時間跟選民 擲乾淨 記者附載楊躍 蕭瑞森台北暢報導